其实就是我们朋友 我们一起在逛公园吧 然后我朋友们一块看这个猴子 就像个戏剧猴一样 现在太搞笑了 那个脸就是一个果子的脸嘛 这一口不能说长得像人 简直和某人一模一样 我就纳了闷了 我跟这个方脸猴子哪像啊 哪像啊 你听说我长得跟这个猴子像 这个没办 得亏你进化的早 要不就是双方台明星了 看出来 姑娘受不下来的原因就是 有个宠她的男生在头后腿里 买阿姨花 阿姨说他送我三块钱的肚子 然后呢现在 我也是会吗 阿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 什么叫零成本金户 三块钱纯纯的手工费呀 举于活动嘛 他就打着玩 打着玩就丢业了 正好叫我抓拍照 下回准备个球码吧 要不就买份保险 人都不在了 卡已经不用了 我为什么要让他扣钱呢 对吧 还有就是我妈已经走了 你让他本人到这里来办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妈非常的不尊敬 当时所有证件 什么火化症啊 死亡症啊 包括我们 我们是直系亲属 然后的那些身份证明啊 都给他了 他们看都不看 就是要本人过来办理 不是说只能本人来消负吗 没有说他已经走了 你说他 我已经说了 后面肯定有说走 我已经不能说 已经走了 来不了了 当时有把死亡症母压出来吗 他都没有问到 他没收拾完 就相当于他其实当时 在那个窗口已经反馈了 所以人已经去世了 那其实来打的时候 都别没有过去 这本人又争过来了 你不慌呀 我来打敬你 感谢观看